大家好 欢迎回到微观经济 微finance 这个系列是股票投资的一些先导课程 谈一谈我对股票投资的一些方法的认识 如果你看了之前的两次课的话 你会发现我关于指标美元指数 对做指数投资以及其他个股的看重 这一节课我主要想讲的是人工如何对抗变化交易 在之前的课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我自己的作业 就是想向大家介绍我是怎么定义指标的 以及我是怎么评价大家都用的指标 还有就是对资金增量市场存量市场的指标 使用的不同 在给大家介绍指标之前 我先想跟大家聊聊最近大家在中文市场里 比较热议的量化投资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从美国20 从美国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讨论的 当时计算机刚开始兴取于个人 券商也因为计算机的兴起而改变了一些策略 直到21世纪初的第一个10年 量化交易才成为一个部门体现 而且对应量化交易也有大奖战基金 作为保有世界上很大资金的一个交易量 存在于这个市场上 当然量化所做的功能和人工交易所做的 应该不是一个两极的东西 他们量化交易的思路和人工交易的思路 也许是有相似之处 更多的是被导致吃的一个理念 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 以及第三个10年 我们如何去评价量化交易 以及对于看视频的你 也许还是处在一个对量化交易非常反感的时期 那么我们如何在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消息 去对抗量化交易已经存在70%到90%交易量的市场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不应该否认量化交易在这个市场上存在以及继续存在的可幸 也许在某些封闭的市场里 我们只可以看到的是量化交易所指导人工作 量化交易的奴仆下单 但是量化交易自此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市场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录这个视频的目的是 为了让大家减少对AI交易以及量化交易的恐惧 我们不可避免量化交易和AI选股已经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如果AI的辅助可以让交易更加减少交易的错误 那么这也是一个为我所用的方式 但是我们所了解的AI是和一些平台 券商提供AI的傻瓜式投资方式的不同 因为券商的AI也只是一个吸引资金的一个小工具 到底有没有和大资金的AI系统 我们的功效多相信是没有 我们先从AI产品中跳脱出来 聊聊论计算机程序对交易的一些影响 很多人把AI比作工业革命的2.0 3.0 4.0 但是我们就先把AI和刘水仙 直接做一个区隔 AI的本身本质是一种算法 中算法可能含盖于之前的 某些成功教育者的思路 也有可能经过演化 经过学习经过监督算法 使之前的教育策略变成更加愚笨 而不是更加聪明的一种方式 那么AI的产品就入文字所示 有可能是有 或者是很有可能是有没有交易经验的人 主创有交易的有策略的人 反而成为他的建议 以及他们的思维灵感的来源 另外在很多平台在很多策略平台 国内旷客居宽 以及以前倒闭的一些国外的电话平台 上面有很多有交易经验 但是却无态会写在码的人 他们没有自己的可以信赖的数据 他们也没对数据有更多的认识 就假定数据是真实的情况下 给出的交易信号 在基于不可靠数据的交易信号的指导下的交易 最终的结果有可能和人工的下单的结果的差距就非常小 甚至于成功率和收益比 却永远不如人工下单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了解AI在交易上的一些应用 之前我们还要问起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两件的AI算法 你想用到的AI的推荐软件 他们的设计理念有没有比较深刻的思想 也就是有没有辨证的去向交易信号的产生 是因为什么 我们改变了其中的一个因素又会导致了 还要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AI算法是有计算的弱点 计算的最大的弱点就是 如果我们花费数以亿万的时间的秒数 即使是我们用效能去堆积出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投入是我的晶片 我的芯片 我的时间 我的能源 我的产出却是微乎微乎其微的东西 那么这种计算就是没有异的 AI的最大的弱点在于哪里 就在于我们花费的金钱时间 必须要cover掉一次损失的成本 也就是说AI的交易去主导因素 是在于股质期货 以及股质期货影响的权重 比如以NASDAQ的ETFQQQ 或者它的主力合约NQ 以及权重股 像同Apple到Netflix的其他成本科技股 以及相关的Intel或者其他的芯片板块 我们在了解这些之后 我们就知道大概去如何应对 请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 我们去了解量化交易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量化交易在最开始是被券商接受的原因 是在如何评议他们的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价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交易者在 假如一个交易标题在1.0附近有卖价 但是在0.8附近有买价 我们如何撮合交易 那撮合交易的本质 就是让他们的互相报价接近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券商在0.8做卖方 或买方的对手的对手盘 A20又做卖方或买方的对手盘 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把他们让他们在0.9再次 或者用什么种方式来规定 他们在不同价位的职仓成本的影响 这就导致了量化交易的产生 所以量化交易的本质是平衡 卖价差的推演至2020年以后 由于有些股票市场的知识 就是交易者之间知识的不匹配 以及他们获取消息的不匹配 所以造成有可能是在掌停高开后的 跌停收款 这也就为量化交易 当时的量化交易带来了一些可能性 也就是说拥有更多信息查案 或者拥有一些知识查案的专业交易者 可以在某些掌停板上外出 可以在某些地方再买回 当然有些的量化交易现在是基于价格的 但更多的量化交易有可能 基于事件的急消遇性面 基于对过往20年的平均的事件的一个 波动做的一个类似于 基于回归均值的一种交易 在当时看来可能我们不了解的人 为了一份便宜 但是这其实透露一个量化交易的 一个算法的一个核心 基于这个算法 我们这种交易如何应对 我们应该去找这个算法 就是本身的弱点是什么 本身的弱点 我认为是在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去看 如像23年的美国市场 如果量化交易是采采 或者对冲基金是采用一种平衡的算法 对于一个卖方持续获利的一个市场 任何的卖空行为 都是一种看起来是错误的行为 在基于此类市场的量化交易的成绩 自然就不如人工交易 我们不用去想 不用去看量化交易的基金的成效 其实也大致是可以去猜想 那相对于美国市场 223年的中国市场 量化交易的收益 为什么或者说对冲基金的收益 为什么与普通投资者 也就一目了然了 量化交易的本身的弱点是 它基于多种市场 比如说是震荡的市场 卖空空投市场和多投市场 真的策略的转换周期的评价方式也好 都是一种比较慢的评价方式 甚至于我的算法 的弱点就在于它对市场的把握 还有有些算法因为设计的原因 也是因为资金量过低的原因 所以它没有一些停止的一些机制 它只有最多的保证性的 比如说我基金回撤 买多少的时候停止算 但是却没有一个算法自己识别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做 还是一个永续在做 每天都要做的一种算法 这也是跟算法本身是由券商 或者是投入行研制所导致的 所以这种算法 他们的问题就在于空舱时间太少 另外有一些算法 在做质内交易 比如说回撤1% 就总资金的几 或者是说停车回撤 在某一笔谁的回撤 几的时候就不断的进行停止 也没有去对当日的波幅进行修正 这种算法它的问题是在于什么 在它过度的依赖了平均 而没有去关注当下的交易 还有很多的算法是进行试探性的交易 比如说在某个价位 卖入至存价位和目标价位 和这种意义分支的一种下降方式 除了刚才我说的对政府 对时间以及对算法本身 都没有去进行了考量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地点 就是在它这种测试性的交易 给了我们人工交易更多的入场可能性 比如说在一个极短的震荡区间 我们可以在一些止损位进行买入 在止损位的下方的上方 如果是买入法是止损位的下方 设计是我们真正的入场的止损 那么我们的入场价位足够低 我们的止损可以稍稍的拨大 到方差的1.5倍左右 这样我们人工作单的时候 就会领先量化交易的入场点很多 因为量化交易所导致的多次打损的问题 会被我们人工交易的止损点入场的策略 做打败 这就是我们对量化交易的一些小小看法 但是我们掌握量化算法的一些问题之后 也很难去盈利的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我们和计算机算法之间的差距 最基本的差距 不是那些算法的有多么高深 是我们的下单的方式出现了问题 在这里边我会讨论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我们下单的执行力计算机的差距 到达到何种程度 有的时候我们下单是结果导向 在一次下在同样的一个买入点 比如说是在昨日的低点 昨日的最低点入场 如果在今天或者说这一周内多次止损 多次遇到我们的止损价位出场 甚至于在多次遇到止损价位出场之后的 现在崩溃导致的不出场 在买入的时候 在多次失败之后 还会不会像计算机一样继续买入 在多次失败之后 我们会不会像计算机一样 在买入之后多次止损 这一点看似是一个反人性的过程 但是不能在该买入的时候买入 不能在应当止损的价位上止损 原因是我们并没有对我们的方法 进行充分的思考 我们也并不了解 我们的盈利是来于概率的获胜 以及长持获胜单的盈利 在亏损单上及时止损 这个整体的期望是 和大家投资相当于的一个计算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德州客GTO的算法 我不是推荐大家去做德州客的 去打德州客 但是因为市场上 市面上已经有充分破解的德州客的文 以及针对德州客 极力有算法的各种的机器 以及他们的解决的问题的一些视频 所以我推荐大家去了解 这个算法背后通时 也就是在什么情况 我们需要果断的撤退 即使我们认为我们会赢下这一局 又在什么情况可以坚持 我们了解了这种概率性的上败之后 最后去反推我们的买入点 卖出点是否得当 如果在得当之后 我们就需要有谨定的执行 除了执行力之外 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交易的意志性 如果你打开今天的盘面 就立刻有交易信号 说明我们的交易的方法不是很成熟 通常我们会在交易的过程中 会发现一天可能就只有一两个价格 是可以进行尝试的 我们也因为一天只有一两个价格 可以执行尝试 所以我们愿意和亏损 就放在这个价格上下方的某个位置 所以冲动的交易是没有意志性的 没有意志性的原因 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法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法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方法 没有在多头市场 轰头市场 以及震荡市场 多次的经济测试 测试的网站有很多 包括对于非计算机专业的人 也会有很多券商 比如像工财富 都会出一些相关的算法 我们可以用拖拽的方式 就可以进行简单的测试 但是如果你想要深刻的去了解 算法是如何产生的 我还是建议你去用简洁的方式 去学习一种语言 去了解数据是如何构成 去看我们的量化算法是如何实现 在之后才可以改动 在这里边插播一个广告就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可以在各个平台视频的网站上 搜索Yfinance 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和知识星球里搜索Yfinance 来找到我 当然在知识星球里 有一些我对A股市场的 一些自动化的交易的 一些信号的展示 这里展示也就是为了研究 我们也不可能在每一次的 4000多次股票里 找的都是这样 能够每日存钱买买 所以我愿意把我通过算法 找的一些股票池 去分享给大家 大家也去看一下 真正的简单的自动化交易 你的推荐的信号 大概大致是什么样 有可能我们在100多次股票里 也就掌握到比大盘 多数百分之里面 集的平均收益 是不是用量化的方式 最后也拒绝在意 接着我们刚才的想法 我们再看一看 计算机算法 AI算法量化交易 永远不能做到的事实 通过公司的构成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计算机算法的 这种量化交易的问题 是在于他们公司架构的问题 由于程序员和交易员 不是是当公司的角色的顶层 资金不是由于 交易员和程序员导物 这本身就是所有基金也好 所有量化交易致命的问题 当一个人的算法 研究算法 有可能不被公司所利用 那么这个交易员和程序员 就会改变他们认为的方式 他们认为真正交易 而是倾向你把自己的算法 改成自己公司希望的样子 最后无论是一个 最开始非常好的算法 当这个算法基金的 整体的金额从几千万 如果充长到几个亿 几十个亿几百个亿 当他们认为他们的容量 已经超过于这个市场的时候 程序员和交易员 就没有办法去运作这个整体资金 这也就是为什么 LS长期资本最后崩盘的原因 在美国 当时是有一个 经过森法和各种交易员 所带的一个非常大的基金 很大的一部分杠杆在国债 美国国债中的亏损 所导致的饱藏 这也就反过来说 量化交易的本质 还是一种基金的一种交易 基金的交易行为 是受到了严格的控管 这种控管 又导致了交易的变形 这种变形 如果这种量化交易 是一种主动性的交易策略 如果他资金过大 以至于他们收益率的压力 让他们不满足于 做简单的量化交易 价差交易 那么这种交易算法 就会与我们认为 市场上可以赚钱的方法 有很大的出入 最终导致这量化交易的控管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一些交易算法 交易次数提升 是由于他的算法的本身 背后的主导是全商 全商有自己的要求 就是在于手续费上的赚取 这种程序 因为交易评次的提升 就导致美比资金投入了过少 遇到某些关键的时刻 比如说像2020年3月的股灾 以及之后的核实 有其相关的一些契约 在关键类质的重仓 在人工交易的代表 像卡菲特 像索罗斯 我记得在索罗斯的一个 小资传题小说里 他会问他的交易员 他的头寸是多少 当他知道他的头寸只有5年元的时候 他会赚业是一个交易 反过来量化交易 通过是交易次数的 不断累积的短暂加差 它的确是可以在平衡的年代 比如说像多头和空头都不是非常的有效的 都不是非常的一边倒的市场里可以赚钱 但是在于像2023年的美股市场 或者一股市场 以及之前的石油期货 以及不是期货 这种量化交易都会落后于人工的试盘单 还有最后就是量化交易的止损百分比是固定的 而且这个止损百分比是在一个 非常非常的圈盘基金的止损比 比如说百战是人工交易单的止损 那量化交易单的百分比几乎是在欠百战 也就是类似于人工房客交易的一种 交易卫论就是在无时不刻的去赚固定的小钱 等待一次亏大钱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战胜人工量化交易的点 就是降低我们的教育品在关键的点位中藏 最后我们人工交易想打败量化交易 我们必须还要去用它量化交易的最基本方法 再去重新审慎我们的方法是否合得合理 比如我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的右上角是一个VYP图形 我们右下角是一个 我自己写的菲莫大奇的交易模式 简简单单就是 我用VYP的时候就当价格突破 VYP就做多了 但价格突破VYP向下就做空 另外一个像菲莫大奇数 也是我定了一个28.2%和38.2%和61.8%之间的一个线 如果价格低我61.8%我就做多了 价格再涨破38.2%我就做多了 整个的价格就是日内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政府决定 这两个方法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们用我们对抗量化交易的前提是我们对 这个市场的关键数据的一些涨 比如说我们应该掌握日线的回撤比 就是日线数据当行进到百分之多少的时候 大概率会有回撤 当上涨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几的时候 大概会有回撤 这个要做到心理有数 心理有数完全不能应该是从肉眼可见 而是我们应该去找一些方法去做统计 如果你不懂话就可以用sell 但如果稍微了解两边同志士的时候 我们可以Python用极简简单的一些数据公式 就可以算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平均每日交易量 每日的交易量 每一分钟的交易量 每天的交易数据都可以支持 平均的从某一时刻 就几点几分的交易量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2.0到现在所有的人 都可以发现 从开判后的三分钟 第一个三分钟 第二个三分钟 第五个第十五个三分钟 在交易量是什么 每跟每个三分钟的证服是什么 那整体平均的证服是 如果当某一时行进到这一证服的时候 它最大的高点 最大的差大概是什么 在这些数据都了解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开心的人工组断 那在抛针引语之后 我再去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最古老的两化交易 其实就是我们耳术能详的MACD指标 RSI指标 这就是当年20世代 20世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 全商所用的他们当时的计算机交易过去 那我们在了解 在看到这些指标的时候 我们还要过思考的方式 去看这个指标的创立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些指标有些指标 比如像MACD指标 它观察的是什么 比如像RSI指标 它是观察了某一价格的一个情况 还是这个价格在时间上反 比如像MACD RSI这种指标 在基于指标中 竟然含有了数字 比如说12 21这种时间的数字 其实它就是在做价格在时间上反 哪些指标是可以简简单单的直看价格 有一些支撑压力线 我是可以挥一支的 另外我刚才给你取的例子 就是飞广大气回撤 我们在飞广大气回撤 不是用我们的圈上的工具 去拉一张纷线 而是用了指标的算法 像是不考虑时间的方案 只是对高级点之间的分数 进行一些优地方式 一些测算 当价格遇到价格的时候 一些操作就变得更简单 说了这么多 我其实根据了链花交易 去找了链花交易的落点 然后在链花交易的落点上进行思考 然后最后又用一些指标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想法推进下去 但是有一些东西 我们不应该去想个咱们前写 计算机的编辑在哪 计算机的编辑在于有限的数据 是他们的模型训练的基础 但是又有一些数据是不被公开的 或者是说我们市面上是没有的 比如2020年石油起火的低点 2024年或者说2021年 前任期的低点 有一些我们通过调研 就可以得知了生产成本 比如说像俄罗斯的煤桶石油的生产成本的那个桶 以及沙特莱球的煤桶生产石油的那个压力 还有就是他们的运送成本 不管是管道还是油不伦 这都是生产的成本 计算机会管这个 我相信它是不会 因为这个是固定 你固定的数据 怎么对一个持续性变化的时间进行建模 它不会考虑这个原因 但是我们在做正常交易的时候 会含助理这个价格 另外就是我们对市面上的新闻是如何理解的 比如说我就紧经基本块而言 有一些报道 它取自于一些记者 这些记者既没有交易经验又只是有一些小道消息 这些小道消息有可能是某些公司的上层 向外界宣传的一些消息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注意的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消息的正面和反向的阅读 但是因为量化交易出现了 其实正向阅读就是相关性 反向阅读就是负相关性 但是我们更主要的应该注意 不是正不相关性也不是负相关性 而是不相关性 也就是说在经济板块中 某些股票也好 某些板块突然沉没 这一段时间在新闻媒体上消失了 但是它的价格还在持续有效的进行 似乎也出现了一种趋势了 那这种方法这种东西就成为我们应该观众的重点 与此之外 我还想到的就是量化交易 不能做的就是国际政治环境对于交易的影响 当然美联储的升息降息市场上都是定价 跟市场上的真突破假突破 大家都在猜测 我相信这些量化交易是可以做的 但是在比如说像上世纪的90年代 是政治充满弹性 那时候全球化主导了一起 与此对比的就是近些年政治气氛的紧张 在国与国之间 国家的进展气氛 我们不是说经济好与不好带来的一些几样氛围 我们是去看一个政策是不是有弹性 也就是是不是有招令膝盖的空间 如果美联储一个加息的生命出现之后 大概在多久的时候 比如说一年到两年 比如说加息从2022年到现在 经历一块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的实体经济 美国的实体经济到底是什么样子 它是否有政策摇摆的空间呢 我相信大家了解美国政治了解大选的人心里有数 在这个时间是没有弹性空间 也就是如果美联储的政策在这个时候正面去 那决策者是会被钉在制度上 那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自己的生育跟联储 是否会进行这种摇摆的升息降息的决策 大案应该是下一件 但是人家交易AI是不可能给我们决策的 还有就是我们要了解 即使在战争的是各国国家的刚好 始终是有一个消息互关的机制 包括日本央行 在日本之间的一些决策 适不适合美国有串通一系的嫌疑 至少在珍珠港的珍珠港事件之前 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会有的 所以我们不能去简单单的认为 各个国家的投市场和区货市场 是足以的实验则存在 人的人工的交易的好处是在于 我们去中国交易 去对我们对世界的政治也好 对利率也好的架设进行判断 每天的交易数据只是我们印证 思维力额的实验片 但是量化交易它是用这种把数据 当作模型的源头 这就和人工交易 甚至大资金交易有本质的出入 所以量化交易我们需要害怕 人工交易会也需要害怕量化交易 量化交易只会给我们更好的买的机会 那么资金利益的指标 就和大家都用指标资金持续入场的市场 和资金有限的市场 这些我在下一个视频来说吧 最后如果你想要关注我的事 你可以的文字也好 视频也好 可以在菲律宾的TikTok 抖音外手 其他平台搜索外赛 像这一期的关注一期就这样 上去我们在年前 中国新年前可以看到的 我关于指标的探讨视频 好 这一期视频刚刚有些长 看到这里非常感谢 这一期就这样